这是一只被野牛踩断脊椎的小狮子 此刻它正拖着残废的腿在地上爬行 虽然弱小衰老的狮子对狮群来说是一种风险 但母狮并没有抛弃小狮子 它还有一位哥哥也没有放弃它 一直围绕在它旁边 这在狮群是很少见的一种行为 小狮子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 每次遇到爬不上的陡坡 就绕路走到旁边 寻找容易爬上去的地方 即使从山坡摔下来 也会重新爬起慢慢跟上狮群 母狮也不知道如何帮助小狮子跟上狮群 小狮子已经种到母狮叼不起来 当小狮子拖着残缺的身体 爬到猎物旁边时 母狮马上让出了自己的位置 尽可能让小狮子多吃点食物 这是母狮唯一能帮助到小狮子的方法 只有这样小狮子才有力气继续爬行 小狮子大口大口吃起了食物 母狮则在一旁温柔地舔着它 但很快狮群要向北一栋去寻找食物 小狮子只有跟上大部队才能活下来 但瘫痪的小狮子怎么可能跟上狮群的速度 一个小坡就能拦住小狮子的去路 小狮子用前腿搭在坡上 艰难地想爬上去 瘫痪的后腿使不上一点劲 只能前掌不断使劲 终于还是爬了上来 母狮一直在旁边默默注视着 眼神里面充满了心痛 当所有狮群都已经开始休息 只有小狮子还在慢慢爬 松软的沙土可以清晰地看出爬行的痕迹 母狮过来最后亲吻了一下小狮子 动物世界是残酷的 这只母狮打算放弃小狮子 母狮神情痛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只留下小狮子在原地 坚强的小狮子愣了一回 这次它没有哭泣 继续爬着走完自己生命最后一程 前方等待它的只有死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栎梁